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春夏 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这一带争夺控制权 据载 在大封县的共产党控制区 有一个伪乡长国民党员在晚上装神弄鬼吓人 于是毛人水怪的谣言就这样传播开了 从1949年9月起 我市集周边各县相继传起了毛人水怪的谣言 谣言说 毛人红鼻子绿眼睛 夜间能从门缝挤进屋里 专门扒人心 挖人眼 还有的说 水怪从海里出来 夜间挖孕妇胎儿 割小孩的小鸡 去造原子弹 还有的说 水鬼的铁指架有一尺多长 毛人浑身长着绿毛或红毛 走路一晃一晃 速度跟刮风一样 眨眼之间就能来到你的眼前 后来 谣言愈传愈慎 竟说毛人水怪是毛主席派来的 因而有些群众见到政府工作人员就躲避 不敢接近 世上哪有什么毛人水怪 都是一些不法分子装神弄鬼搞出来的 宋继奎回忆到 当时参与谣传毛人水怪的有地痞流氓敌特分子 也有反动会道们的 五十年代初本事顶格之际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 正面刚刚不过 所以旁门左道的方法多了起来 1949年保密局开始安插留在大陆的潜伏特务 局长毛人凤在各地安排了应变等大陆潜伏计划 毛人凤 年轻人 我很看好你 加入我的战队吧 被招募的热血青年们原本以为自己会身穿风衣 戴着墨镜 手持双枪 时而暗杀 时而爆破 最差也能躲在小阁楼里 夜深人静时发发永不消逝的电波 结果 毛局长研究决定了 就由你们来当这个毛人水鬼 肩负起反攻大陆的重任 1949年连云港地区抓获了多只水鬼 这些水鬼共认为潜伏特务 技术手段则特别搞笑 就是反川皮奥 头戴面具 面具上装两个大灯 贼亮贼亮的吓人 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党国精英们就这样不必寒暑 川皮奥 戴面具的蹲在地头 阴沟厕所吓唬行人 制造骚乱 以期能完成反攻大陆的任务 其实有点悲哀 虽然本质上是人吓人 但当时社会敌情十分复杂 群众恐惧心理日益严重 因为毛人水怪的谣言 大家无心耕种 无心买卖 无心从事副业 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为了预防毛人水怪的袭扰 有些群众纷纷准备刀插棍棒 买手电筒 甚至高挂灯火 呐喊呼应 有些群众聚在一起住宿 以防不测 但还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毛人水怪的肆虐 使各种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仅具15个县市的统计 各种误伤事件 就造成群众伤814人 死35人 比如灌云县 先后打伤群众81人 打死5人 淹死1人 吓死1人 而各地群众 白天不敢下田干活 夜间集中住宿 学生不敢上学 每天要在太阳出的老高 才有人外出行走 生产基本停顿 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这样的恐怖氛围 以至于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造成大量误伤 北城村县属东海县 石梁河镇 一位青年 由于天热 晚间在自家门口乘梁 从梁袭上起来小便 人影晃动 被村内巡逻的民兵误以为是水鬼 举枪射击 腿被打断 造成终身残疾 南城村一位正读小学的孩子 夜间出来再磨 墨尖炳壶的石墨道理小姐 被出来方便的父亲看见 父亲看花了眼 以为是水鬼来了 情急之下 举起墨棍便打了下去 打得儿子头破血流 严重脑震荡 养了一个多月的伤 此类误伤事件 在东海县境内发生多起 造成很大社会波动 真有一家人 不认识一家人的味道 东海县南城中学老师王宗复说 据史料记载 1949年10月某夜 干于县宋庄流行村 一对新婚夫妇 丈夫外出 妻子在家睡觉 晚时时许 呼听有人喊 水鬼来了 其妻吓得光着身子藏于门后 其夫闻生回家 摸到叉子 推门往门后一摸 正摸到其妻身上 赶到溜滑 物为水鬼 便将插狠镜捅去 其妻子被活活捅死 海前村一妇女夜间大便时 突然窜出一只猫 该妇人见到发亮的猫眼 物为水鬼 吓得往后一仰 掉进四尺多深的粪坑里 被活活呛死 当时 马林山 羽山 墨山一带的残余土匪和特务 还借助毛人水怪的谣言 拦路抢劫 奸淫妇女 有的反革命分子还散步 别看我穿着破毛窝鞋 一定要打倒毛泽东 洋枪乒乓响 不久赢老奖 这些人敌视新生的革命政权 他们彼此串通 臭味相投 笼络人心 拉帮结派 造谣破坏或扰乱社会治安 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针对当年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 政府部门立即做出了平息谣言 打击敌人 稳定民心 保障生产的决策 派出大批公安干警和基层干部深入群众 召开各种会议 揭露事实真相 指出传谣的危害性 同时 组织民兵巡逻 对重点地区进行大清查 抓获了一批现行破坏分子 如清口镇和平街 冰匹张某 与同伙夜间边向群众院内扔石头 边喊 毛人来了 趁群众慌乱之时 入室盗窃 三阳区大地主张某 夜间将猫尾巴拴上 占有没有的棉花 点燃后 猫腹腾窜房过户 张某乘机大喊 毛人真的来了 玉河区地主王某 在夜间穿着缩衣 扮成水鬼 潜入民居后 发出尖叫 吓唬群众 公安干警和基层干部 将这类犯罪分子抓获后 立即召开群众大会 责令他们现身说法 坦白交代 然后进行批斗 使谣言不攻自破 在此基础上 对反动会道门骨干 五类反革命分子进行集训 责令他们只准老老实实 不准乱说乱动 同时补办了一批造谣犯罪分子 从而平息了谣言 安定了人心 保障了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毛人水怪事件后 1953年秋天 我是各县区都做了认真反思 他们发现凡是伴有农民夜校或十字班的村子 在这次风浪中基本都没有受到大的干扰或冲击 青壮年农民在夜校或十字班里 学习上级的政策文件 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学习农村常用的汉字 既提升了政治上的坚定性 也大大提升了科技素养和十字水平 我是退休老干部张学贤说道 因而当谣言漫天而来时 这些青壮年农民基本不姓谣 不传谣 不动谣 他们积极配合村里开展工作 站岗巡逻 踊跃争先 成了村里的好帮手 谣言的粉碎 也因此拉动了夜校 十字班的薄薪 农民夜校或十字班 成了广大农民 尤其是青年农民 学政治文化的重要阵地 东海县委县政府总结了这一新经验 并召开现场会 推广这一做法 毛人水怪的谣言 也慢慢趋于销声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会